我是何彤 我喜歡跳舞 我是香港舞者 我男朋友 瓜尾人 是腹部 i just wanna be the one to try you i just wanna be the one to try you i can get 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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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or fly Line or fly I can get flying or fly Line or fly Line or fly Got a pack in the back I see that I'm alive What you wanna do baby 2008年左右 開始我的跳舞生涯 一開始跳舞 就已經跟一位屬於我的人生導師 叫Jessica 跳舞生涯的初期 主要都是跟一些姑妹 一起去玩一些排舞比賽 或者出表演比較多 Hip Hop、Locking、House 等等 2009年的時候 我的老師帶了我去台灣 一個很大的Battle 叫做Max Party 好像晉級賽那樣 參加海選 然後16強 變8強、4強 然後Final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 視覺和心靈上的衝擊 原來跳舞除了有排舞 是可以很即場地發揮 建立了另一個跳舞的Path Racking這個舞種是70年代 來自於Gay community 和黑人的Culture 當年的社會比較封閉 會有種族歧視 有種族歧視 他們不可以在街上 自然舒服地表現自己 他們唯有進去地下的Club 三環房門 他們會用舞蹈來幫助他們 表現真正的自己是誰 在香港 在香港也有 Racking的社會出現 當時他們聘請了 美國一個很出名的Racking 叫Princess Locker Room 我就上了他的工作 第一次很深深地 被Racking這個舞種吸引著 它是很直接的視覺享受 Racking本身有一個最重要的動作 就是Racking這動作 尤其是整隻手 去表現音樂性 每一個動作 都能夠表現當下的狀態 或者情緒 它是很強的角色和情緒 做一個身體語 去跟別人討論 在Racking的世界 Billy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就是Dress Up 是很直接地表現出 你是一個什麼人 決定當日用什麼性格 去表現你的舞蹈 3也給予一個肯定 令你當日做的動作 更加有信心地表現出來 別人的視覺上 和心靈上 就是一個多重的享受 自副做Racking之後 其實是改變了我很多 在社會上 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出現 但你始終都會在意 別人的目光 會停止你去做這件事 但是去到Racking的時候 其實它給了這個機會 我去發掘到自己 另一種的美 Racking 它從來沒有跟你說過 你一定要這樣 反而它是鼓勵你 去發掘自己的角色 借助這個舞種 或者借助這個舞種的背景 令你可以很舒服 自然地去做一些 平時你不敢做的事 我不一定要追求 別人所謂 你是Racker 就是這樣的模式 其實你可以建立一個 屬於你自己的性格 是誰 我去發掘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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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人都有獨特之處 才會令整個社會很色彩 很開心、很豐富 而不是很單一地,全都一樣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你的呼吸 我是來自於一個武術世界 小時候,我爸爸也會要我學功夫 功夫中也很講求呼吸 一提、一呼 其實都是一個很直接的動力 令你去做一下的手勢 呼吸都有分很多種 有慢的呼吸 一個很大、很小、很急速 其實它是相關於當下的狀態和情感 當我個人很平靜的時候 我呼吸自然是勢而長的 呼吸是直接影響到你的情感 情感 情感就直接影響到你身體的動作 加起來才能代表你身體的動作 幫助你點亮你的舞蹈 更加進入音樂 或者進入你自己的心 去表現出來 井能ो 對 學習主要用迷照音樂 它們跟之後的樂譜 有關很 connected 每一首歌也會有故事 它會表達當時時期的一些氛圍 或者不同人在爭執的事情 70年代的時候 社會的問題其實都是一個壓抑 不同社會爭議的議題都會放在歌曲裡面 跳的時候會很豐富 去吃不同的音樂 在同一首歌裡面 會用一個音樂去reaction 或者跟歌手的reaction 這個就是一個交流 當你喜歡一首歌 喜歡那個音樂的種類的時候 你會很想了解多一點 越了解那首歌多了 越了解那個種類多了 你就會更加明白 這一類的音樂是在表演什麼 一路成長 但是深入了解那個歌詞 或者背後故事是在表演什麼 再relate回去音樂上面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出現 當你真的有經歷的時候 再跳同一首歌 第一個是感情 第二個是人生的歷練 我來說 我們在表演中 在舞蹈上 其實他有一個個開始和結尾 就好像有此有蹤 除了在舞蹤之外 還可以是一個生活風格 希望自己也能保持有能力 可以繼續教育下一代 或者分享自己的經驗和經歷 給下一代 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形式 再傳到他們的下一代 如果你是一個什麼人 他是直接反映在你的舞蹈上面 別人是會感受到或提得出的 做一個舞者最重要的事 是你要做一個好的人 你的人品好 你的舞蹈自然會好 增值你自己 進修 你才可以以生作則 給下一代一個好的榜樣 再去教育下一代 你要有一個想傳下去的心 這樣才會永垂不老 我是何彤 我是香港舞者 字幕有形容 綠珠 要留意 我 啊 你 或是 希望 如果 感谢观看